好 帶你來關心急安鄉31號發生一起公安意外 49歲張姓男子駕駛怪手要從運輸板車上移動下來的時候 不慎導致怪手翻覆整個人被壓在駕駛座 那麼救護人員貨報到場把張姓男子救出 但是頭部重創沒有生命跡象 送醫傷重不治 那麼警調將進一步調查釐清事故原因 花蓮縣急安鄉昨天發生一起公安意外 49歲的張姓男子駕駛怪手要從運輸板車上移動下來時 不慎導致怪手翻覆整個人被壓在駕駛座 救護人員到場之後把男子救出 但是頭部重創無生命跡象 送醫依舊傷重不治 那我們大概中午的時候接獲到報案中心 報案說有卡車 怪手翻覆然後駕駛壓在下面 那我們救護車出動之後到達現場發現患者 仍然就是倒在駕駛座的駕駛艙內 那我們現場評估患者沒有醫師呼吸 就脈搏之後立即將患者拉出來進行急救 警方調查張姓男子開農用板車載運一台怪手 要整理農地的石頭 當他把怪手從板車上開下來時 疑似農地鬆軟不平整 怪手往駕駛座側邊傾倒 張姓男子身體遭到怪手重壓 當場沒了生命之下 記者臨結吉安鄉採訪報導 確定進行 周固移室 時空盒 如此